据加拿大警方通报 此前在大多伦多地区万锦市被绑架的中国留学生已于当地时间3月26号晚9点左右 在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被警方找到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27号凌晨回应表示 将继续密切跟踪此案进展 全力做好设中国公民领事保护和协助工作 目前 除轻微擦伤外 该民22岁陆姓中国男性留学生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目前 案件仍在调查中 四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 全都在写上了 判例中 下延厂的网友们 我们有四人 还要出现出身份的现象 三人 写照照照照片出现出身份 和那一名四人 写照照片出现出身份 全都在大约中 我们很惦想他们都在出身份 我能说 你的判例价复发出发不过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is until those four suspects are found and brought into custody